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百零三集 直到此时明清达才发现 眼前这位看似年轻的钦差大人 原来骨子里竟是如此保守谨慎 加立刻阴险 面对着自己给出的如此大的诱惑 竟是毫不动心 直到此时 他才发现原来范贤要的东西 远远比自己所付出的更多 不止四十万两 不只是明家从此以后在江南的暗中配合 而是一种显得有些狂妄 无比嚣张 奢求对内裤产销全盘的控制 还请大人给条活路 明清达苦笑说道 先前是谈明路 此时便只能谈活路了 后四标再这样下去 族中上万子弟 还有周边顾得无数下人 只怕明年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 明家不缺银子 半嫌看着面前的明家主人 心里对于对方越来越欣赏 明明是要挟自己的话 说的却是如此的温和卑微 一点都不刺耳 耳头这股服贴滋润 待会的后四标 就当你明家 把前几年吞的银子吐回来 他微微偏头 眯眼打量着面色 有些颓败的明清达 心里不停猜存着 这位明家主人心中的打算 说道 你应该知道本官的过去 过往年间 你卖东西的手法 我很不欣赏 当然 本官不是不讲理的土匪 只要你们做事稳妥些 本官自然也会稳妥些 所谓稳妥 自然是说的昨夜之事 半嫌拿快尖 敲了敲瓷盘之盐 发着叮当的脆响 最后说道 直晚要拢土猪 下快要凤点头 吃饭八成饱 吃不完自己带走 做人做事 与吃饭一样 姿势要漂亮 要懂得分寸 这就很好了 明清达知道 在这位钦差大人的面前 不可能再获得进展 得了范贤最后这句话 他心里稍微放松了少许 虽然不能全信 但他绝对相信 范贤并没有逼着明家垮台的念头 对方始终是想将明家控制住 而不是摧毁掉 而要控制住庞大的明家 夏其妃不行 母亲不行 只有自己 明清达有这个自信 所以说待会儿自己肯定会因为 后四标吐血 但心里明白 往后的日子里 与钦差大人还有的商量 商人最不怕商量 讨价还价是他们的长处 明清达十分恭谨地 对范贤再行了一礼 便退了出去 看着明家当代主人 微微勾搂着 危险老太的背影 范贤再一次将筷子 轻轻搁在了桌子上 微微眯眼 直到此时此刻 他依然瞧不出 明清达这个人的身前 前前那衣柜 代表的含义太丰富了 认输 求和 投诚 为昨夜知识补偿 如果明家 真的有意导向自己 那么今天内裤 这种光明正大的场合 反而是最好表露心悸的地方 问题就在于 范贤根本不相信 这位老爷子会甘心投降 自己的牌 根本还没有出境 明家也没有山穷水尽 习惯于站在河对岸的大树 想连根拔起 一直到河的这边来 所必须经历的痛苦代价 应该不是此时的明家 所愿意付出的 为什么对方会摆出 这样一个卑微的姿态呢 他的上面 可是 还有一位老太君在呀 明家 要投向哪方 这种关系到全族 数万人前途的大事 明清达应该还没有能力 做出毒断 而且这一跪 跪得并不隐秘 应该已经有人看到 而且马上会传开来 半闲的眼睛 眯得更细了 难道对方是准备打悲情牌 在这个还没有产生阿扁 这种人物的世界里边 悲情或许是可行的一招 只是刻意在众人面前 跪自己一跪 这又能背到哪里去呢 如果换成别的官员 面对着明清达所 表现出来的倾向 一定会心中安息 只有范贤不这般想 因为正如明清达所料 他要的东西太多 不是明家给得起的 而且他为这件事情 已经准备了许久 他有底气吃掉明家 而不是接受明家的投诚 既然不论什么时候 范贤都可以吃掉明家 那他凭什么 还要与明家讨价还价 来获取对方的投诚呢 非不为 非不能 是不屑也 清风跨门而入 吹拂走内裤大宅 院间残留的食物香气 吹拂走 游有一丝鞭炮火香 只有凝重的氛围 却是始终吹拂不动 庭院间弥漫着紧张 有若千年寒冰 有若何底巨石 春日春风难容 大江巨浪难动 负责唱里的 转运寺官员的嗓子 已经嘶哑了起来 不是因为说的话太多 不是因为喝的水太少 只是因为紧张 沿着甲乙两郎而居的 各房具商门 也早已经坐不住了 隔着楼空的门铃 站在房门高坎内 紧张地盯着外面 下午是内裤后四标的叫价 两轮叫价之后 没有人再喝采 甚至没有人去抹额上的冷汗 上午被明家吓退的泉州孙家 面色惨白地听着价 双眼无神地看着外面 被那两家疯子又惊吓了一番 所有的商人们都觉得 今日之行开了大眼 同时也是受了大惊啊 那是银子 那是银子呀 凭什么假一房的明家 和以四房的夏家 就敢那么往外扔呢 难道在他们眼里 那些厚厚的银表和废纸 没有什么区别吗 岭南熊家的熊白领 双眼通红地看着外面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身边的帐房先生说道 刚才唱礼是不是报错了 熊家的帐房先生 抹了抹额头的冷汗 华厅核算的数字 怎么可能出错呀 哎呦 这天爷爷 夏当家的 昨天被杀了几个兄弟 今天开始发狠发疯 这明家居然也跟着发疯 明老爷又不是强盗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熊白领的口水 紧张得来不及吞下去 咽在中间险些呛着了 翻手 夺过一名下属 手中的茶杯灌了下去 压低声音骂道 夏七妃就是明老七 我看是他们兄弟二人 干起了真火呀 哎 当真刺激啊 明家人 看来这骨子里啊 都有些疯 不止唱礼官的声音颤抖着 江南巨商们不停地冒着汗 就连坐在政堂之中的 那三位大人 此时都开始紧张了起来 听着第二轮的叫架 黄公公和郭征对望一眼 脸色变得傻白一片 他们二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内裤开标最后的四连标 竟然被范贤和明家 哄抬到了如此恐怖的地步 明家这四标是亏定了 而且是大亏特亏 对于黄公公和郭征来说 明家的进账减少 江南往京里送的 见不得光的银子 自然也要少 而且少太多 想到此节 这二人盯着范贤的目光 便有些怨度 范贤虽然用强大的心神 保持着面部表情的平静 但如果有细心的人 依然可以看出钦差大人 紫色官服的将席 硬挺袖口 有些微微颤抖 薄而秀气的嘴唇 抿得有些紧 耳唇下面微泛红色 毕竟像今天这种场面 实在是有些少见 庆国皇帝 号称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范贤敢打赌 一向不入户部库房的 庆国皇帝 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 这么多的银票 随着唱礼官 嘶哑颤抖的声音 在天上飘来飘去 一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 庆国开国十年之后 举国的财政赋税 全部加起来 也不过将将一千万两 哪怕是如今已入极盛的庆国 这样一大笔白银 依然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这一千多万两银子 如果用来在江南上 收买死士 足以挥手间 灭掉东夷城四周的 那些诸侯小国 足以成一方之霸 这样大一笔数量的银子 可以换来多少美人啊 可以打造多少战马兵器 如果全数投入民生之中 可以修多少里的滴啊 可以煮多少锅粥 可以开多少糖 可以救活多少人 而如果全部换成银锭 又可以压死多少人呢 上午的五百万两银子 已经是内库有史以来的最高标价 而下午则是轻轻松松突破了纪录 尤其是第二轮叫价 明家便喊出了破千万两的价钱 这不止破了纪录 可突破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呀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 当然要归功于明家目前所处的 内外交困的局面 以及范贤从北戚皇帝手中 借来的大批真金白银 明家必须抢这个标 而下棋飞却有对冲的能力 种种因素加在了一起 才造就了这样一个恐怖的数字 但先喝了口凉茶 强行压下内心的情绪 打了个很隐秘的手势 意思是可以了 就到这里吧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直到此时 范贤才渐渐有些 明白了明清达的想法 陛下的想法 很多人的想法 明清达夺标之时 极为服帖地 依照范贤的计划走 一方面是受到了信仰方面的压力 另一方面 存的想法则有些玄妙 左右不过是送银子 喊价低 赚了银子 一部分要交给信仰 罕价高 就等于把银子送给内库 也就等于是送给陛下和范贤 明清达看势看得极准 他看出来朝廷需要自己的银子 所以干脆来个狠的 把自家的家业恨不得砸一半出来 如此一来 又多了标 又合了范贤的意 两边不能得罪的人 他一个没得罪 只是可惜他得罪了钱 这么多真金白银 也不知道明家要花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 所谓花钱消灾 明家这一次用在消灾上的银子 实在是下了邪本啊 而在范贤看来 明家在经济方面的实力 实在是已经达到了过于恐怖的地步 这样一种存在 庆国皇帝是断然不会看他们做大的 要不然就是削弱对方 要不然就是摧毁对方 这就是皇帝让范贤下江南的真正用意 而明清达也很清楚地把握到了这个意图 只是当年沈万三依然是死了 明家能活下去吗 这是后来的事 范贤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控 对于明家的表现 范贤感到很受用 所以他才会做首饰 让下棋飞不再出价 不是小农意识作祟 也不是心存怜悯 而是范贤知道 明老爷子的戏肯定还没有演完 一千一百五十万两银子已经足够了 范贤不希望让朝野之中的议论太多 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负面评价 看到以四方的强盗停止了喊价 包括官员商人们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看戏 没有看全场的遗憾与恼怒 反而都是同时松了一口气 有如是重负的感觉 今天下午的叫价太恐怖了 那个数字太敏感 商人们不愿意引发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官员们也不希望 事态被牵引到爆发的程度 花厅的户部内裤 联审官员们开始进行紧张的审核工作 最终确认了这一标 用诸笔认真而紧张的写好底书 交由前厅 那名唱李官员走到石阶上 咽了口口水 润了润嘶牙火辣辣的嗓子 颤沉声音说道 行东南路 尖海路一房货物 四标连标 甲一房 名价 一千一百五十万两 得 没有人喝彩 没有人哗然 所有人都恨不得赶紧逃离内裤大宅院 离这个数字越远越好 父亲 父亲 就在这个时候 离正堂最近的甲一房内传出一声惊呼声 一时间 众人都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着内方 不知道明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亲 你这是怎么了 来人呐 来人呐 快来救人 甲一房中 传出明蓝石少爷惊慌失措的呼救声 杂乱的声音 官员们赶紧推门而入 这才发现 原来明家主人明清达 面色铁青 已是昏厥在地 不论官商 都以为自己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有人都以为明家主人被内外压迫 强行抢了这四连标 却被迫标出了天价 一想到明家有可能因为这笔天价而走向衰败 明老爷子急火攻心 这才昏迷不醒 所有人都知道明家是被谁逼到了今天这样凄惨的境地之中 于是乎庭院内所有人的眼光都下意识里投降了站在世界上的钦差大人 范贤并不怎么惊慌 眯眼赤道 慌乱什么 赶紧封库 存饮 等程序完了 赶紧送明老爷子去就医 内库开门关门都有一套程序 宅院里放的银票又极多 所以很花了一些时间 一直昏迷不醒的明老爷子才被抬了出去 搬上了贪嫌特准驶至门前的明家马车 直往一扑而去 谁也没有料到热热闹闹的内库招标 在连闯几个记录惹来无数凶险之后 竟然会如此戚戚淡淡的结尾 看着明家远去的马车 想到生死未知的明家主人 江南的商人们都不由唏嘘不已 信中生出几丝吐死乎悲之感 明家人先退了 商人们在经过检验之后也退出了内库宅院 剩下的全部都是官员 开始进行内库最后的收尾工作 既然是卖钱的营生 自然清点四成定银银票的工作 才是最关键的 三位大人物站在花厅之中 看着户部和转运司官员登记入册上封条 半嫌看着明家最后 那高达四百万两的定银之中 最下方 加着一厚叠招商钱装开出来的银票 眼睛微微一眯 知道 事情啊 终于成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严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